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41届数字导博览会于2010年5月1日开幕了 到10月31日在数字导 说什么呢 总投资打这么多数字币 截止到这个时候 数字导累计参观人数已经达到这么多人 为什么老师不把这些数读出来呢 因为这里的读数是要交给同学们来做的 OK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问题 问题第一个说 将这个数改写成以一元为单位的数 应该把它改写成以一为单位 嗯 我们上一次是已经说过怎么改写 怎么改写不就甩尾巴吗 什么甩尾巴 改写为一元是就把一后面的数甩尾了 是 但是孩子们要注意 我们说甩尾法进行的时候应该是尾巴上全是什么的时候 全是零的时候 对不对呀 嗯 那零才像一条尾巴嘛 所以来看看这套题 第一题咱们可不可以做了呢 要改写成一 甚至还是可以写来四位为一级 一 二 三 四 哎 画一个小数线 分级了 一 二 三 四 是不是又画一个小数线分级了 嗯 前面数就是四百五十一了 是 那后面的零就怎么样了 甩尾巴 对不对 是 OK 甩尾巴 好快就做出来了 来看 这是什么意思 四百五十一 嗯 前提记清楚了 尾巴上的数必须为零的时候 是不是才能够刷尾巴 是啊 再看 第一题结束 第二题 说横线上的数读做多少 孩子们 刚才我们已经练习过读数了 现在教给大家来 读数也应该四位为一级 来把它分开 赶紧孩子们来读一读 看你自己读的和老师读的 是不是一样呢 这里面各级 这是万级 那就应该是 一千六百二十万 七千七百三十 看你读对了吗 一千六百二十万 七千七百三十 这空结完之后呀 还有一个空 说省略万尾后面的尾数约是多少 省略万尾以后 我们应该是从万尾那分呢 是 试一试现在的甩尾巴还可不可以做呢 来 万尾后面拉一个数线 你来看 现在万尾后面的数是零吗 不是 不是零 咱说了甩尾巴得有零才行 它都不是零 那后面是什么七七三零 咱能甩掉它吗 不知道 咱也可以把它甩了 对不对 但是你来看这题 它说 省略万尾后面的尾数 约是多少 大约应该是要接近这种元数对不对 是 你看明明后面有七千多 你把这个尾巴全甩掉了 想想可不可惜 我明明有那么多钱 我非得把后面的钱全扔了 是不是觉得特别的亏呀 嗯 孩子们 所以这时候 我们还能用以前的甩尾法吗 不能 不能啦 要不然咱们会吃大亏的 孩子们来看 把它全甩掉就没了 但是你没发现 这个七千多 零一万怎么样 也紧接近了 对不对 是 你看 它是离一万会近一些 那既然咱们不愿吃亏 你看 都七千多了 接近一万 咱们可不可以把这一万 加到前面来呀 可以 可以吧 所以这个数离谁更近一些 是应该离一千六百二十一万 更近一些呀 嗯 所以咱们省略完尾数 应该大约是多少呢 一千六百二十一万 但是孩子们 咱们以后遇到这些数 都是这样去感觉做吗 那可不行 在数学里面是有规定的 当我省略到某位后面 后面有数不胜名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定呢 来看老师的 叫做四舍五入法 如果后面这个数 挨着它最近这个数位 是就是它的下一位 万的下一位是千位吧 是啊 如果这个千位是五或五以上的数 怎么样呢 表示它比较大 所以就应该往前近一位 五和五以上往前近一位 那你想想 如果是四或四以下的数 就应该怎么样 就可以把它给去掉了 舍掉 明白了吗 嗯 这就是我们的四舍五入法 五五以上的往前近一位 四四以下的怎么样 全扔掉了 孩子们 这就是四舍五入 大会会在后面的题目里面 老师专门跟大家一块来练习 四舍五入法 这也是在大数的问题里面 近四数的重点内容 好了孩子们 看这道题是不是解决了 是啊 一分完位 七 七是不是比五大 比五大 所以应该向前近一位 所以是就是一千六把 二十一万了 对吧 好了孩子们 这是这道题 来我们来看一下小点击 四舍五入法常用的 老师总结的小可诀 四舍五入法 约到某位 看下位 我约到万 是不是就看千 约到千 就看什么 百 就看他的下位 大五等五前近一 大于五和等于五的是 往前近一位 小五全部都舍掉 就不要了 小于五的全部不要 天写几零看元数 等号应该换成 一等于 这时候因为你是近四过去的 所以不能写等号 我们应该写成这个符号 叫做约等于符号 好了 我们现在啊 大体的数据上的 把近四数怎么求的 说了一说 后面继续再来练习 加深巩固一下 好了孩子们 看下期 扫了一区 让孩子们感受一下啊 说弯豆小学大约有学生 二千二百五十人 现在说 这个数是一个准确数 孩子们觉得对吗 不对 不是不告诉你是 二千二百五十人了吗 可是他说大约 对了 所以我们要看清楚 题目中关键的文字 题目是不是说了有 大于 那大于说明 是不是近四过去的呀 这是准确数吗 不是 不是准确数 所以这个题目 应该是错的 好了孩子们 来看一下排列站 大于就一定表示 这是一个近四数 好了孩子们 知道近四 来 继续连题 看一下我们的第五